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在新加坡从事了大概近30年的教育工作 然后2014年的时候我就突然间觉得对新加坡的生活感到非常的厌倦 就是重复着一些工作回家 然后V&J Shopping的这种生活 他没来新山之前就觉得新山是一个cowboy town 然后就是有一次是看中这边一个屋子 看了我就觉得非常满意那个我社区的那个环境 就当场从来没有来过新山 然后第一次来我们就买了一个屋子 2014年的时候我就带了我八只猫就半退休到新山这边来 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喜欢旅行 就想说不然就在这边开个民宿 这个是我去日本的 开一个倒闭的河福店 这个是他的狗币来的 当时因为我们的那个杂志在做一个专题 就是有关新山比较有特色的吃和玩乐和这个住宿选项 然后就无意中找到在一个围离社区里面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角头间的屋子民宿 然后来的时候也发现 他的室内装房的设计也很前卫的 他床甚至是有那种悬挂式会摇的 我在想哦这样可以睡吗 然后除了这个呢也发现 他这边有很多这个环保的那个元素 相信多多少少也带动了 接下来这个新山 这可能在旅游业和住宿发展这一块 可能现在我们也看到 越来越多有特色的一些住宿选项 然后还有如果喜欢宠物的朋友 这边这个小管家很特别的哦 然后看到这边的很多的那种流浪猫狗 对我们就想说不然民宿的经费 就全部给这些流浪猫狗 作为打预防针跟结扎的 还有看医生还有粮食的费用 我收流猫的最高纪录是大概将近50只 我们很庆幸在这区 有一个很照顾我的这个社区的主席 东姑罗莱尼 他给了我在开这个民宿的时候 很多的帮助 我说什么Kiv是做的 我跟他认为 因为在最后的日子 准备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最后的日子 会让他们发展 让他们成为一个大型的企业 比较难以控制 我是从零开始 虽然我在新山只是短短10年 2014年到现在 然后在这几年中 就结识到很多很多 各行各业的朋友 我交往的那个朋友 应该是会比在新加坡多更深 哇 做Kiv的朋友 真的很幸福 盒子 还有口福 这个是宫崎和牛 以前我在新加坡是没有烹饪的 然后这边就有很多时间 让我去探索 OK 我不客气啊 嗯 来 然后这边取材也很容易 很容易买到一些材料 所以我的顾客也很有鼓励性 从刚刚开始完全不懂 这样调整 然后就慢慢就是 因为那个MCO的那个时间也很长 所以也有那个时间去慢慢的 的研发 然后跟大自然接触的 那个机会很多 好像我去我朋友的农场那边 住了一个Farmstay 然后就发现 大红花用根木芙荣 晒一层之后 其实都可以做成很多很多的 食材跟饮料的一个材料 其实我除了照顾流浪猫狗之后 也可以随着我的朋友 就是可以去很多地方 去做Camp Van Trips 来到这边很漂亮的海岸线 我从新加坡过来的时候 我是把新加坡的屋子卖掉 其实有一个所谓的 一个小小笔的那个退休金 所以民宿的利润呢 现在是全部是用在流浪猫狗 所以我们就是靠着所谓的吃老本 所以支撑到现在 不过现在今年开始我就觉得要 因为人手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我要停办这个民宿 不过流浪猫的那个计划 还是继续向前走 这样人肯定是要一时住行 所以我暂时 我还是回去新加坡有工作 然后可是我这边的生活 我还是离不开 我是想说接下来我就要 学习一点那个断舍鱼啦 所以我很多民宿的那些 这十年经龄的累积的那些 艺术产品 一些民宿的那些东西 我要做一个跳蚤市场 然后把这些东西卖掉 把钱圈给那个hop 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 不只是帮助猫 我们也帮助狗 很多人都会问我说我后不后悔 来新山 因为这十年如果是在新加坡的话 我应该是累积很多财富了 对不对 因为追求都是五席的生活嘛 可能买了我很多个 property吧 我相信一个环境能激起的转变 能激起一个人的激情 所以新山带给我这个环境的改变呢 让我衡量起这个生活的这个选择 跟数字 我精神上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新山的这边 给我多很多的那个启发 变成一个比较富有创作力的人 我可以天马行空想到很多东西 我以前不敢想的东西 可不可以实现我 我都可以想说 OK We try and see and see what happens 我觉得这个决定是越来越正确 因为这个是我要的人生 因为我需要一个这么大的地方 来解放我所有的无限的可能性 但是我会想到香港的人 和你生成的人 像这个约4个箱子 所以现在又什么呀 你会想到这个地方 很好 那我感觉到这个地方